这处流经三里隧道 北口高架桥的野溪 在中游处有一座稳定河道的固床宫 不过固床宫与山壁间 有一个宽达三公尺的缺口 让被难相待颇有为辞 那当初做这一条固床宫 大概在四五年前做的时候 那时候本来就是节水 做为逛逛逛用水 不过那时候 这边还有一些土蹄 这在今年刚好 在去年天都崩掉了 放掉的时候现在变成淫水不易 目前左岸溪水云源不绝 流入灌溉渠道中 可是临近山壁的右岸溪水 却好像刻意留个缺口 让水直接流向北南溪 这个河床后来河沙 这边满起来 这边流下去 所以这边就不再有水 那边河床宫都可以找到 如果可以开一条 引领一下暂性 从那边绝窍 对对对 另外在河床中段 到处可见沥青的路面板块 堆积在河岸两侧 为了施坐铁路高架桥 原先山里通往沿湾的 替代道路被拦腰铲除 铁路工程顺利完工之后 路全没了 留下近视大量的工程废弃物 去段河道紧缩后 只剩下不到五公尺 严重减少通红断面 有可能埋下排红失能的疑虑 如果台风大 说崩塌的话 是不是会形成小型艳舍 曾经在莫拉克的时候 这条溪流有一半是变道 农民出入的变道 完全没有办法通行 清澈见底的山水 不断往广大的农地汇流 灌溉水源是否充足 大大影响农民的生计 也息整治在规划设计考虑 是否周延 河道紧缩后 潜在的排红问题 还有在工程单位 与地方民代进一步协调 以维护临近农民的权益 与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东台新闻张家伟 编达报导